大家好,我是玫瑰校舍 今天给大家分享糖醋排骨的一种做法 这样做的糖醋排骨颜色红亮油润,色香味俱全 口感酸甜适中,好吃还不油腻 做法非常的简单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刚从市场上买了三根新鲜的肋排 已经让老板多成段了 先把排骨冲洗干净 后把排骨上面的骨头渣和血水都冲洗掉 排骨洗干净后,控干水分备用 下来泡个调料水 往碗里放两个捏碎的八角 加点花椒进去 再往碗里倒入开水进去泡一会儿 泡出里面的香味 再泡个葱姜水 切点葱姜放入碗里面 往碗里加点盐 加点生抽进去 再加点料酒去腥味 再加入刚才泡好的调料水进去 然后用手多抓捏一会儿 把葱姜的水分抓捏出来 然后把调料水倒入装有排骨的盆里面 直接用手抓拌均匀 抓匀后放一旁腌半个小时 下来准备下油锅炸 锅里倒入多一些的油 油热以后转中火 把腌好的排骨慢慢的放入锅里面炸 中途多搅动搅动 让排骨都能够均匀的炸透 一直炸大约8-9分钟左右 最后把排骨炸至9成熟 炸到颜色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将排骨全部控油捞出来 下来往炒锅里面重新倒入少量的油 放入一个捏碎的八角进去炸出香味 把八角炸至焦黄的时候捞出来 往锅里放入葱姜进去炸出香味 再倒入排骨,进去翻炒均匀 转小火,往锅里加入番茄酱 再加稍微多一点的白糖 再倒入小碗的香醋 加入少量的开水进去 再加入少许的盐调味 开大火翻炒均匀 炒均匀 炒匀后盖锅盖焖3-4分钟 让锅里的排骨把汤汁的味道都吸收进去 最后翻炒至锅里 汤汁浓稠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出锅 出锅装盘 在上面撒上白芝麻 好了,咱们这个糖醋排骨就做好了 色泽红亮油润 色香味俱全 这样做的糖醋排骨 酸甜适口 好吃又嚼劲 做法和用料都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赶快在家试一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